张柏芝陪四字打排球,自夸比他厉害,11岁小Q身姿脚尖超帅气。 12月11日,张柏芝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段自己和四字Quindus一起打排球的画面,并有感而发。 一定要保持年轻,能够跟上他们年轻的节奏。 视频的开头张柏芝对着镜头堵嘴卖萌,手里拿的是球拍,但是下一秒却是在和儿子打排球。 张柏芝用镜头记录下儿子打球时后的矫健身姿,属实被运动少年小Q给摔到了。 后期加上特效和音乐,小Q更是充满动感。不得不说弟弟长得越来越像哥哥Lucas了。 现在小Q也长高不少,所以兄弟俩是远发的沙沙分不清。 动态的小Q如同风一样的少年,估计现在就已经有无数迷妹跟在身后吧。 毕竟是鞋停风和张柏芝的基因,不管像谁都不会差。 教练将球高高飘起,小Q纵身一跃把球拍了出去,一系列动作干脆利落,气场十足。 母子俩还互相打球,十分默契,张柏芝丝毫不逊色于小Q。 他的姿势同样非常霸气和专业。 紧接着张柏芝对着镜头说了一段话,就跟发表或讲感言似的。 张柏芝表示和儿子一起做他喜欢的运动,是非常开心的事情。 更让他开心的是,自己都已经41岁了,但是比儿子厉害。 被张柏芝幽默奥到了,原来最终目的是为了夸自己,一点都没给小Q面子。 在此之前,张柏芝还和儿子在车上拍摄的视频。 11岁的小Q脸颊还肉嘟嘟充满了胶原蛋白,颜值相当在线。 张柏芝曾经还亲自指导儿子喝水,在小Q的眼里。 妈妈应该是Supreme一般的存在吧。 张柏芝对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并没有什么要求,毕竟他和谢霆锋也不是靠学历走到今天的,所以他带娃方式很佛喜。 今年定居上海后,并没有给孩子们找最好的学校。 为的是不让他们有太大的学习压力,只要不给老师添麻烦就够了。 所以最近他接受了一周的隔离,回到香港给自己的父亲庆生。 也把孩子带在身边,并不在乎是否会耽误他们的学习。 儿子出生后,张柏芝花很多时间陪伴他们,甚至将这件事情看得比事业更重要。 母子四人也因此保持着很好的亲子关系,小Q至今也会向妈妈撒娇。 前不久,张柏芝分享了被两个儿子亲吻的照片。 复刻他们小时候亲自己脸颊的画面,孩子们越来越帅气。 而张柏芝依然年轻貌美,今后外出会被物以为世界地板。 12月11日,张柏芝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段自己和CitQuindus一起打排球的画面,并有感而发。 一定要保持年轻,能够跟上他们年轻的节奏。 视频的开头张柏芝对着镜头堵嘴卖萌,手里拿的是球拍,但是下一秒却是在和儿子打排球。 张柏芝用镜头记录下儿子打球时后的矫健身姿,属实被运动少年小Q给摔到了。 后期加上特效和音乐,小Q更是充满动感。 不得不说弟弟长得越来越像哥哥Lucas了。 现在小Q也长高不少,所以兄弟俩是远发的沙沙分不清。 动态的小Q如同风一样的少年,估计现在就已经有无数迷妹跟在身后吧。 毕竟是谢霆锋和张柏芝的基因,不管像谁都不会差。 教练将球高高飘起,小Q纵身一跃把球拍了出去,一系列动作干脆利落,气场十足。 母子俩还互相打球,十分默契,张柏芝丝毫不逊色于小Q。 她的姿势同样非常霸气和专业。 紧接着张柏芝对着镜头说了一段话,就跟发表或讲感言似的。 张柏芝表示和儿子一起做她喜欢的运动,是非常开心的事情。 更让她开心的是,自己都已经41岁了,但是比儿子厉害。 被张柏芝又握到了,原来最终目的是为了夸自己,一点都没给小Q面子。 在此之前,张柏芝还和儿子在车上拍摄的视频。 11岁的小Q脸颊还肉嘟嘟充满了胶原蛋白,颜值相当在线。 张柏芝曾经还亲自指导儿子吊水,在小Q的眼里。 妈妈应该是Superwoman一般的存在吧。 张柏芝对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并没有什么要求,毕竟她和谢霆锋也不是靠学历走到今天的,所以她带娃方式很佛喜。 今年定居上海后,并没有给孩子们找最好的学校。 为的是不让她们有太大的学习压力,只要不给老师添麻烦就够了。 所以最近她接受了一周的隔离,回到香港给自己的父亲庆生。 也把孩子带在身边,并不在乎是否会耽误他们的学习。 儿子出生后,张柏芝花很多时间陪伴他们,甚至将这件事情看得比事业更重要。 母子四人也因此保持着很好的亲子关系,小Q至今也会向妈妈撒娇。 前不久,张柏芝分享了被两个儿子亲吻的照片。 复刻她们小时候亲自己脸颊的画面,孩子们越来越帅气。 而张柏芝依然年轻貌美,今后外出会为物以为世界地吧。 张柏芝对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并没有什么要求,毕竟她和谢霆锋也不是靠学历走到今天的,所以她带娃方式很佛喜。 今年定居上海后,并没有给孩子们找最好的学校。 为的是不让她们有太大的学习压力,只要不给老师添麻烦就够了。 所以最近她接受了一周的隔离,回到香港给自己的父亲庆生。 也把孩子带在身边,并不在乎是否会耽误他们的学习。 儿子出生后,张柏芝花很多时间陪伴他们,甚至将这件事情看得比试也更重要。 母子四人也因此保持着很好的亲子关系,小Q至今也会向妈妈撒娇。 前不久,张柏芝分享了被两个儿子亲吻的照片。 父客他们小时候亲自己脸颊的画面,孩子们越来越帅气。 而张柏芝依然年轻貌美,今后外出会被误以为是姐弟吧。